对于郭台铭考虑参选 以表态参与党内初选的朱立伦和王金平 都表达支持的态度 我是很正面的态度 而且我觉得我们国民党一定要海纳百川 这是让我们国民党能够告诉台湾民众 我们是做大事 做正事 他有魄力倒是真的 但是他也有他世界等于国际观 也有他非常弃破的一个决断率 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岛内企业界也都乐观其成 他们认为郭台铭具备企业家性格 务实灵活 没有意识形态 非常适合参选 我就恭喜他嘛 真的有这回事 我个人觉得乐观其成 对于郭台铭考虑参选 正在美国参访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用模特上伸展台来做比喻 他表示越多人出来他越开心 非常非常的开心 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愿意代表国民党来参选 有没有可能跟郭董一起合作 不管是谁 党内现在目前表态参选的 越多优秀的人出来 我内心是越开心 国民党基层立供韩国瑜参选 甚至还要发动联署 现在郭台铭考虑参选 党内喊出韩流加台风的口号 希望韩国瑜与郭台铭能够搭档参选 这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蛮期待韩流加台风的 一个拼机器一个接地器 那两个联手起来 真的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分析认为 郭台铭16号对外透露 参选意愿应该是测试风向 而如果郭台铭果真参选 韩国瑜、朱立伦、王金平都可能退避三社 她冒失质 一个温暖的 所有的温暖的 缩暖的 真的